为了让大猫熊也感受过节气氛 山东的围防动物园就特别特制了两个特大月饼给猫熊来享用 其实大猫熊吃的不亦乐乎的还互相抢夺 这模样真的是超可爱的 冒着月饼 嗯 惊好假 中秋节山东围防动物园用苹果族纸制作了大月饼给大猫熊应景 只见两只猫熊吃的不亦乐乎还不忘跟伙伴真实 其实在大陆各地过中秋节习俗不尽相同 像是安徽淮安不流行吃月饼而是吃豆腐 这个豆腐这个因为豆腐代表着我们家庭幸福美满 它又代表着一个地域文化 所以呢我们百姓呢每年中秋佳节呢都要吃豆腐宴 一种豆腐可以变化出上百道不同菜色 而在香港则是五龙五湿 只是这个龙可不是我们一般常见的 而是用横条与香组合而成 这个由香组合而成的火龙总长67公尺 光龙头就重达48公斤 也创下金氏世界纪录 除此之外不同于台湾元宵提灯笼 大陆各地则是中秋赏灯 同一个月亮却有不同文化 中文新闻综合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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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